各位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台北股市这进入到12月 我觉得又开始震荡对不对 那结论在这个地方 我认为大盘现在还没有完全止稳 因为坦白来讲 你看它如果旧线论线看 大盘是来到季线 碰季线 还没有碰到 但是就已经先遇到反压下来了 当然1万点之上心理压力 再加上从9400涨到1万1000点 也涨了700多点下来了 更重要的是 全球股市完全这个动态 都掌握在这个川普总统手上 说是财的 你不要认为它位高权重 对我而言 老环丁 我说它没问题 没有办法 是全球最有权力的人 所以我觉得大盘在这里 尤其是全职股 你要去想一点 不是说你自己想的 红海跌很深了 这个营收创近11个月的高点 你要去买 我没有意见 可是你要想法人他怎么看 所以平概股里面 你看大盘是这样子 横盘这样走 对不对 你看二四七四的可乘就好 它持续弱势 对不对 这有些股票 其实你会发现到说 你像股王就好 股王事实上来讲 还算OK 但是可乘来讲就比较弱势 你可以看再破 像康控KY也是 二三一七的红海 营收不错 可是昨天创低 那这些就是反映 散户跟法人 他们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散户的心态是 跌舍不得卖 赔钱舍不得卖 赚一点点赶快跑 怕主手的样子飞掉 可是法人不是 反而是看这个股票 还有未来性 股价又强 他就买 没有未来性 或者股价弱 破线他就砍 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 台北股市我觉得 回到重点 今天你可以看到 是有一个拉台 OTC呢 也小拉 也是小拉 基本上OTC在这里 我们规划是 他突破月季线之后 这条季线 突破之后压回 那在这条季线 这条季线 跟这条月线 这个地方出现 刚好昨天出现了一个黄金交叉 这样比较清楚 对不对 刚好出现黄金交叉 你看点到这里 好像用画的一样 对不对 太美好了 对不对 像教科书一样 但你要能够选好股赚钱 所以他来这个地方 遇到支撑 不管是上扬的月线 或是准备走平的这个季线 我觉得OTC相对强 但重点是 他如果不能站回 这条五日均线 因为五日均线已经下弯了 有没有 这条均线已经下弯了 那他如果能够站回到 这条黄色均线之上 代表说怎么样 他的均线扣底值 开始会往下扣 那这五日均线转扬之后 这个OTC才有机会转为维安 有没有机会 有 可是呢 成交量不够的情况之下 你还是要当心怎么样 老环颠回马枪 那今天这个大盘没有成交量 几个重点的股票 我们看到像昨天 华欣科 你说老师 华欣科今天没有跌了 可是 他今天来讲的话 他这个量还是冲出来的 你看 这个量已经超过昨天了 三万两千张超过昨天了 那这量到底有多少是当冲的 你要收完盘才知道 2327的国具 对不对 破线之后 再做拉 那当然我觉得短线上面是 其实短线是毫无分析可言的 短线就是凭什么 极短线的这个技术指标 凭你的功夫 甚至凭投资人的运气 毫无分析可言 毫无分析可言 那近期来讲的话 其实有些股票 从10月开始 大盘跌到9400点 可是在11月份 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 他们却分别出现了 报复性反弹 你看这个环球晶 它是可以一口气张99% 最简单到底在哪里 它之前已经跌一大段了 大盘我们讲 它在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甚至9月 其实都是在大区间 都是在大区间当中 可是很多股票 它是在4月份 就开始领先往下掉 那掉着掉着掉着 它的波段可能跌幅 超过了五成 六成 甚至更多 像环球晶 从600多块钱 跌到200块钱 哇 200块钱环球晶 200块钱环球晶 大家根本气之如必喜 最低跌到200块 从642跌到200块钱 也就是说你100万的资产 已经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二 那其实对投资而言 这一段投资人 散户投资朋友 都已经断头了 你就算不断头 用现股的好了 离你的成本 我想也是很远 可是这一段跌了三分之二 这一段 这一段涨了一倍 99%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道理 这是个简单的数学逻辑 你只要在 不要在下跌的时候 接刀子 就算你在高档套住 你买错了 套住没有关系 你等到真正开始转强 底部形态出来的时候 你一转 你这个地方再加码 或在这里加码 你一转 那个速度会很快 亚德克 也是一样 1590亚德克 我们强调的是 你不可能买到低点 然后卖到高点 所以短线上的震荡 毫无分析可言 凭运气 凭技术 凭感觉 可是你中长期 在跌升之后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头部 三针头肩顶之后 打下来在这里 出现了复合型底部 所以现在到这里 216块钱 涨到多少 涨到380块钱 在这一段 出现了一个报复性反弹 这个真的叫报复性反弹 一涨涨多少 涨了163.5元 几乎是多少 七成多了 几乎是75%了 75%什么意义 就代表说你在这里 你100万的资金到这里 你可以赚到75万 那这波亚德克下跌也没有跌七成 621跌到216也没有跌七成 更强的冒连 你看我们刚提到大盘 才刚刚月季线黄金交叉 我们再看一次 来观众朋友 你看看 OTC早就已经黄金交叉在这里 也没有多早在这里 这里 月季线黄金交叉 在这里 怎么看见 茂连呢 在这里就黄金交叉了 那你就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选股不选市 很多人认为说 从现在开始到12月 好像没什么行情 黄金就一月 一月又过 一个月后就要过年 不想做 我跟各位讲 不想做跟不会做 那完全两码之事 我想真的 如果你留一档股票 如果这一次大盘 我们讲这一次 我们讲这一次大盘下跌 从10148 一个跌到9627 这一段很多人 股票受伤很惨 就光这几天 你如果只留一档帽连 你如果手中只有3665的帽连 基本上你没什么受伤 除非你是买在这里 你买在这里 今天也是小套而已 差没几块钱 那你不可能说 你买在这里 我们在之前跟各位讲 有没有 10月29号 当时大盘9400点 才刚刚 好像要止稳 连止稳都谈不上 才刚刚出现怎么样 上涨 大家吓得吓死 而且也没有量 你看 对不对 成交量是多少 900多亿 1000亿 那跟今天像不像 我们回过头来看 今天的751亿 看见没有 预估是900多亿 无量上涨 你说老师 无量上涨不是不利吗 不是涨不久吗 无量上涨是因为 你要避开全值股 你要避开很多 涨多的高价股票 所以因为成交量 它没有集中在全值股上面 所以它是量缩的 可是量缩的情况之下 还有很多股票 它在这个地方 酝酿上涨 茂莲那个时候 不是这样子吗 我跟各位举这个例子 因为现阶段 就类似像当时 指数达到9400点 大家还在怀疑 不要说怀疑 大家根本还在害怕 大家还在害怕的时候 为什么它会逆势大涨 差没几天 直接涨停板 强势突破 小心喷出 你要做最强的股票 那12月6号 当最强股票拉回的时候 月线这个地方 是不是买点 相对持稳 那当然电动之后 我们持续看好 12月的报复性反弹 环球金 雅德科 茂莲 这些股票 其实你要注意的是 第一个 他们都是在当时 大盘在9400点 那个时候 才刚刚整理 才刚刚打到低点 大家还没有回程的时候 他们出现了一个 最佳性的买点 那这一次我跟你讲 指数 指数 现阶段 还没有完全止稳 可是如果有股票 逆势上去的 你要留意 你要留意 就像我们当时跟你讲的 你现在回过头 你看环球金 雅德科 茂莲 你们那时候不敢买 不敢买 还就涨上去 那还有哪些股票 现在相对强势 比大盘强的 你要可以留意的 我待会告诉你 我们进入广告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邓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 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不要想说你要买到最低点 卖到最高点 即便是短线 长线都不想 即便是极短线 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可是波段的行情 你要去想 你要去观察 在这里 它相对大盘强 所以你要注意了 在这里 月季线黄金交叉 你就算在这里 在迟钝 在这里 你可以去留意 那你可以赚这一段 你懂吗 你不要天天想说 我这里看到了 然后上去我不买 很多人做股票 那比被动元件还要被动 那看到低点 不买 上去转强了 不敢买 为什么 心里想 我怕追高 怕追高 那你手中抱的弱势股票 舍不得卖一只破底 所以很多人做股票 败笔就在这个地方 你既然做多 那你当然就要做强势股 那至于怎么样强 是强势股 是追强势股 还是追高 你自己去判断 所以常常人家讲 强势股拉回买进 强势股拉回买进 不是叫你强势股突破之后 这个创高去追 那茂连电动车 我觉得你可以留意到 美奇马 4721美奇马 这几天没有量 没有关系 但是它也是刚刚出现 月季线黄金交叉 4721美奇马 因为电动车其实 占成本最大 40%以上的 就是电动车的电池 那电动车电池里面 其实难做就是 三元锂电池 而三元锂电池 基本上来讲 台湾能够 不要讲说 完全大出货量产 能够沾得上边的 大概就康普跟美奇马 所以在形态上面 美奇马我觉得在这里OK 美国特斯拉 才刚刚转亏为盈 电动车的渗透率 市占率才一点点 未来它市场是很大的市场的 那你如果看得这么短 你说老师这个量没有 最近没有量 我觉得那短线上面 就跟分析无关了 就跟分析无关了 就像我跟你讲 被动元件一样 我看好是三月份的行情 那短线上面 如果转弱 那转弱你就先出掉 长线跟短线 潮流是不一样的 我们刚刚讲 其实股票市场里面 你看到的东西 现象 大家都一样 我们随便讲好了 选举 选举之前 每个人都是担心这个 担心那个 不确定 量缩 对不对 每个都怕 我讲 你怕没有关系 量缩正常 可是选后 你还是要回头 做最强的股票 简单讲 你选前 你自己看 哪些股票强 哪些股票弱 选后 你就把弱的换掉 就换强的股票 不然你股票怎么做 我跟各位讲 我在市场这么多年了 包含很多老手 最大的败比 在情绪上面 强势股不敢买 弱势股拼命报 你要等到 它一个反弹之后 少赔出去 这个是人性 可是弱势股呢 它为什么会弱势 反弹你会卖吗 那大盘在整理的时候 强势股它为什么强 讲白的嘛 有大户在买嘛 不是你买那种一张两张的散户 去买的嘛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认同我的观念 有时候常跟各位讲 你做股票 你不要凭自己在想 你不要凭自己在想 你不要看太短 我一直跟各位讲 你们过去看我在台股擂台赛 跟人家在比擂台的时候 每个人都想当擂台主 你知道这擂台赛 举办这么多年了 每个都想上去 很多人去比一比 比完比输了 休息一两季就又去比 比来比去比来比去 为什么 想要出头嘛 可是这个接受最残酷的检验呢 为什么 我问各位 你能不能预测下礼拜五 哪些股票会强 当然不能预测 怎么能预测呢 开什么玩笑 我又不是神 对不对 就考验你一个投资组合 以及对盘的敏锐 你认为未来五天会走什么样的行情 什么类股 然后呢 你在这类股当中 你自己选最强的股票 你放上去 五天不能动 你练习用这种方式 任何人都可以 从现在开始 未来五个交易日 你就自己写好五档股票 五天之后你再来看 这五档股票涨多少 跌多少 你自己来算算看 那可以培养大家 不要现在老是在看这个当冲隔日冲的 那当冲隔日冲有什么好看的 那用这种方式去培养你的感觉 每个人都想 每个人都想去做 雷台赛 每个都可以打败大盘 那如果你打败大盘 你能撑多久 你能撑多久 你一季 很多人一季冠军 第二季就不见了 很多人这个月冠军 下个月就不见了 对不对 我说那你有本事就四连霸 四连霸就一年 四季 十二个月 五十二周 每一周 每一个月 每一季 连续这样下来一年 据我所知 据我所知 这个台股擂台 从它开始到现在 没有一个人 除了我之外 连续拿到四届冠军 连续的 那种很多 这季来比输掉 下来又来 比来比去 那个不算 连续一年 只有我一个 那我会这样讲 其实是鼓励大家 你培养对盘的感觉 你不要看那么短 虽然当冲隔日冲 感觉到好像很爽 赚到很爽 很多人 老师当冲 买到涨停满冲掉 我很爽 那你不对的时候 你舍得卖吗 有的人当冲就变隔日冲 隔日冲还冲不掉 就把它放成怎么样 从长期投资 从短期投资变长期投资 结果呢 买一大堆 套一大堆股票 对不对 我讲一句白的 我那时候跟各位谈 几个重点 选举之前 做最强的股票 对不对 我讲加金 比大盘强 你看见没有 我的观念很简单 其实每一个阶段 你去选择股票 你的逻辑 你那段期间逻辑对 你就会一直转 一直转 一直转 那接下来可能会适用另外一段逻辑 那你再去调整 你懂吗 所以当时我跟你讲 大盘在这地方整理 它没有破 还没有破9400 可是有些股票 大盘是这样 有的股票要尿起来 它比大盘讲为什么 谁去买它 你不用管 我跟你讲 请你注意 11月26号 我说银色成长 有没有 我坐在这里跟你讲 我说选完第一个交易日 你要做最强的股票 有没有 隔天有没有涨停板 我问各位就好嘛 那你们说要隔日冲 那这可不可以隔日冲 可以啊 可是 你就算做隔日冲 你也是要有一个逻辑 一个逻辑性 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 每个都想要台股累财赛去比 你只要符合分析师的资格 你就会去报名 报名之后呢 你名字 选的股票就在上面 那下个礼拜结算 一整个五天 就放在那里 我跟你讲双红 我为什么先买 跳空涨停 15号跳空涨停 我们已经先买了 我们已经先买了 所以手中手在跳空涨停板 我们不是去追涨停板的 我们是在这里就已经买了 那这里买 这边跳空涨停板 有没有 是不是相对大盘强势的 相对大盘强势 今天还在创新高 你看见没有 这个叫做什么 报复性反弹 不多啦 不多啦 可是这段期间 你买双红的 大盘叠得死去活来的 你一样毫发无伤 油田 有没有 11月16号先买 买完之后大涨 到今天还创新高 你看见没有 老师啊 你这个在这里啊 长到这里来啦 今天有突破啊 去追啊 那你去追嘛 可是我跟你讲 一个逻辑 一样它在这里 比大盘强 今天创新高 创新高大家都看见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你能不能在这里发现 丁老师给你一个建议啦 杂货变精品 我不要讲太多了 其实有的时候 这些东西叫什么 这些东西叫过去绩效啦 这些东西叫过去绩效啦 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啦 我是跟你分享我过去的逻辑啦 对不对 美食今天是不是 10月营收年增14.35% 那这一波你做美食的 你这一波做美食的 我请问各位 你根本都没有受伤嘛 如果你手中只有这一档美食的 我问你 你这一波下跌 你有受到伤吗 你不但没有受到伤 你还轻轻松松赚在口袋里面 对不对 所以我跟各位讲 虽然现在大盘 看似好像还没有指稳 可是有很多股票 已经蓄势待发了 那我先跟各位讲 你一个月期间 你可以赚很多钱喔 你一到十一月没有赚到钱 那没有关系 那已经过去了 那十二月的时间 你只要短短的几个礼拜 一个月的时间 不要多 过年之前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啦 你就把握这段期间 冠军带你来做十二月新主流 好不好 跟上操作 任何问题打电话来 我来帮你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 优优独立则 优独立则